还有的同学问我说暑假在忙什么 以及制作课程的这个体会 这也是我确实想说的一点问题 其实我的这个暑假也基本上就是在忙 这个青山是讲这门课程了 一直在忙着写稿子 写作压力还是挺大的 虽然这个内容不是全 就是不是说我自己全新的内容 或者说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们是综合了学界的研究成果 没有利用任何一个现成的东西 就是每一讲都是我在查阅了一些资料 大量的资料还有已有的这个研究成果 并且结合自己的一些研究体会 都是新写出来的 我们在写的时候就是特别想注意到 就是第一要在内容上不枯燥 还要有一定的这个知识的密度 因为我们看到有留言 有不少观众朋友就讲了说 那个就是老师不要讲的太简单 就是既然我们是花钱买的课程 还是希望有一定的深度 但也有的朋友说不要太难 因为太难了的话可能枯燥了就看不下去了 这个对我们来说也确实是一个挑战 所以在设计和写作这个课程的时候 稿件的时候就特别想在中间找一个合适的度 同时呢在这个课程开说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随时看看大家有什么反馈 我在看留言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了一个同学 他听课的时候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 其实当时我看了压力很大 当时因为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意识到他是把我们这个青蛇二十奖 来作为准备考研的那个课程来听的 所以我在看到这个做笔记的同学的话 我当时就一下子就压力起来了 说大家不会就是把它作为考研的这个必备书目 然后去吧 那我当时就是极反思 说因为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还是希望把大的面都盖到 但是是不是有遗漏 不会有重大的遗漏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太过去用一个好的角度切了 在细节方面没有架构的那么好 所以我就进行了一些反思 那在这里我还是希望大家在 如果是准备考研的话 一些必读的基本书目还是要看的 但是如果把这门课作为一个补充书目 也将会是非常好的 最后说一说我们做这门课的一个初衷吧 其实最初的时候就是感觉到 因为现在网络上还没有一个比较独立的 或者而且比较系统的 专门讲授青史的科普类课程 我以前讲的那个细说子记啊 基本上是采取了一个漫谈的形式 虽然也是遵循了以时代先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主线 但是基本上是想到什么有趣的内容和人物就讲一下 没有特别系统性 当时就有不少观众朋友留言啊 就是说希望能够系统的讲一下青史 特别是一些制度性的东西 老师能不能给梳理一下 后来我们也是决定就是要设计这门课程啊 当时在如何选定这20个主题的时候 也是进行了这个反复的思量啊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如何把时代和专题 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去进行推进 就是让大家看到经线 同时也看到尾线啊 有宏观的视野 但是也要有一些历史的小细节 特别是还要有一点动人的 或者是有趣的小故事 穿插到这个知识点当中 不要太枯燥 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同时呢也把我这20年 讲青史 研究青史的一点心得体会给囊括进去啊 让大家一起来这个感受一下历史当中的乐趣 这个也确实是我的一点初衷了 至于它是收费课 这个因为这一门课程啊 确实它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就能就能完成这一门网络课程的 我们首先需要B站的大力支持啊 还有制作公司的这个拍摄啊 和精美的后期工作 那个后期也是很大量的工作啊 才能给大家呈现 目前看到的那个课程的样子啊 可能那个课程不是很 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啊我们这三方 大家都尽力了哈 同时也确实得到了那么多观众的这个购买和支持 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啊 那个留言当中一直有观众在提到价格的问题 同样这个价格的确也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 是各方面因素最后的这个结果啊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能够体谅了 清代历史很复杂 虽然是两百多年啊 但是怎么才能就是用一个可以拎起来的主线贯穿起来 让大家能够就是一个是跟着这一条线索去走啊 就是比较容易听下去啊 再一个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线索之后可能会也比较容易理解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基本上是观传了前期呢 就是清朝的皇权不断加强并且达到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啊 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就是啊 导致清朝从顶峰走向衰落和最终灭亡的各种因素啊 这个因素当然是很复杂 那能够让发展的历史诸多的这个事件之间啊 就是彼此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关联啊 就是其实是我们想做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啊 这门课程虽然每一节课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啊 一个话题独立成篇的 但是他彼此之间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啊 这个联系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前后两两两两部分的这个联系了 呃 所以呃 就是呃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能让大家对这个清代历史有一个比较宏观的啊 认知和了解啊 因为毕竟就像我刚才所说 我们之前的这个细说紫禁都是可能有点断断续续的啊 有点这个呃 这个这个 呃 因为我看到这个弹幕上说老师在直播待客啊 啊 好 为了表示我们不完全是直播待客啊 下面我们就来重点 讲一讲讲一讲这个呃 清代中就是黄泉啊 集中的这个问题 Steph Curry 还有呢 我们下集中的这个事情 说明如果说不能找作弹幕下。 我们下集中的关系 我们下集中的相机 一样文的这个视频 我们下集中的就是什么 你被骑到这件事 我们下集中的同一个视频